《智慧人在哪里,民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事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已将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如绝吗? 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 乐意借着人所传如绝的话,拯救那些顺的人》 上帝的福音,十字架福音,是一个如绝的福音 我一会儿先跟你说,为何今天在新加坡也好,在香港也好, 我们的福音好像不是那么如绝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其实都很敢传福音, 我们不会觉得很害怕人家觉得我们的福音很蠢, 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有头有面, 我们有很多出名的基督徒,社会上都有地位,有金钱, 有做了很多好事,很多学校都是图的,是吗? 我想问你,这个基督徒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搞成这样呢? 曾几何事呢?信耶稣是一个如绝的事, 真是如绝的事,是因为上帝祝福了教会, 令到这个福音再不如绝呢? 还是我们做了一点点手脚,令到这个福音越来越英俊呢? 你明白吗? 啊,我们学了一些韩剧,韩星去弄一下容, 于是就把这个福音弄得很吸引, 其实这个福音呢,已经再不是福音了, 犹太人要的是神经,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 我们传的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对犹太人是半脚石,对内邦人是如绝。 这个在说,希腊人是很讲求那些哲学东西, 我不跟你讲那么多希腊人东西, 总之对于希腊人来说,传什么十字架, 什么罪得赦免的那些是疯狂, 即是没什么意思的,也都上不了位的, OK,不要理了, 但我想和你看看犹太人, 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于是十字架的基督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我不知道你怎么明白这句话,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其实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如果犹太人要神迹, 为什么他不要耶稣呢?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他是不是嫌耶稣行神迹不够多, 想他再行多些神迹, 他就会爱耶稣呢? 其实不是的, OK, 我想和你看两段神经, 好像和这段神经没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是有关系的, 其实犹太人要的神迹, 如果我说犹太人想要一个神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犹太人要的一个神迹是什么? 其实犹太人要的一个神迹, 就是有一个将军可以带领他们打赢罗马人, 你明白吗? 可以復国, 犹太人做全世界最厉害, 最上位的人,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神迹, 你明白吗? 我和你看这段神经, 你一定熟悉的, 路加福音第24章, 路加福音第24章讲到, 以晚五施路上有两个傻子, 是吧? 在耶稣复活那一天, 就走回去乡下, 他说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也知道耶稣曾经预言自己那天会复活, 竟然都等不及要走回去家, 不等多一天, 耶稣就显然在他们的面前, 在路上, 耶稣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忧伤, 于是他就回答, 就是那撒勒耶稣人人耶稣的事, 他试过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掌门和我们的官长, 警霸他解去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 救赎以色列人的就是他, 这个盼望救赎, 这个救赎是什么呢? 就是打赢罗马人, 让以色列人做全世界的大哥, 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一个神迹, 你看看这个很有趣, 他说我们素来以为他是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是什么呢? 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 这个先知是谁呢? 是摩西, 摩西, 你记得摩西曾经在《教约圣经》死之前, 他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先知来到,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哨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里面说到, 摩西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 其实是相对着这个, 他们很盼望耶稣是摩西以后另外一个摩西的先知,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除了先知之外, 他还做了一件事, 是什么? 大以色列人打赢了埃及, 出埃及, 所以他们希望耶稣可以成为那个先知, 大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魔杖, 其实他们要的君王, 就是这个九属, 这是他们想要的一个神迹, 耶稣有没有给他们这个神迹? 没有的, 所以他们恨死耶稣, 为什么要送耶稣上上次假? 我记得在受难节的时候, 我们在做受难节的崇拜的时候, 有一个会友, 他WhatsApp我, 我就在看WhatsApp, 他说, 为什么耶稣这么爱以色列人, 做了这么多神迹, 他们还要钉死他呢? 之后我就回了他的WhatsApp, 我说, 就是因为耶稣做了很多神迹, 但是耶稣有一个神迹不愿去做, 就是将罗马人打低, 你会发现耶稣做了很多神迹, 其实打仗也是很有用的, 譬如说, 他懂得医人, 这个打仗很厉害, 接着他做了一个五名二元的神迹, 你知道, 量响是很重要的, 打仗, 所以耶稣其实是很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帮他们打赢罗马人, 但是他不肯,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有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知识平庸, 有心无力, 你一个儿子能力超凡, 但是灵死不屈, 就是不肯做你要他做的成功人, 你恨护哪个儿子多些, 那个知识平庸, 就是灵死不屈, 就是灵死不屈, 就算了, 就是知识平庸, 尽力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儿子, 很厉害的, 但是他就是不肯听你的话, 去赚大钱, 这个臭小子, 耶稣就是一个臭小子, 他根本有能力, 可以帮他们做到, 他们想要他做的事, 但是耶稣拒绝, 帮他们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彼拉多面前, 说了两次, 他说,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我的国度不屈于这个世界, 你明白吗? 犹太人恨他, 就恨他这件事, 他其实可以救他们, 他可以做到他的那种成功, 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成功, 因为他的国度不屈于这个世界, 现在哥伦多人做的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他离弃耶稣基督福音, 因为他在追求地上的荣耀, OK? 但对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OK? 因为上帝的愚绝, 总被人聪明, 上帝的软弱, 总被人刚强, 我想和你看看这一节, 他说对于那些蒙照的, 对于犹太人追求地上国度的神迹的犹太人, 耶稣基督是一个半脚石, OK? 刚才明白了, 他说对于那些真正被上帝蒙照, 蒙照的犹太人, 那些希腊人, 基督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我想想想想, 保罗在哪一本书, 另外一本书, 有讲到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保罗在哪一本书, 是会讲上帝的大能? 其实有两本, 不过你熟一点的, 可能是罗马书, 另一本是以不所说, 保罗很喜欢说,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是吧? 这句文句,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OK? 但我想跟你先提这个东西,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什么叫不以福音为耻? 我们通常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如何应用呢? 我和一班同事吃饭的时候, 终于决定祈祷了, 不以福音为耻, 原来你是, 是呀, 是呀, 不以为耻,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看看英文, 是什么? not ashamed, 你知道吗? 在2000年前的中东, 东方的文化, 是一个羞恥的文化, shame oriented的文化, 什么叫shame? 什么叫恥? 恥? 恥不是一个内在的, 很害羞的那种, 或者很犯罪, 恥是一个外在, 当我们说福音, 如果保留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即是说呢, 如果他真是, 承认自己是一个福音的, 传道人的话呢, 其实, 在当时的怀疾里面, 他应该是会蒙受恥欲, 你明白吗? 他不是说我不怕, 别人知道我是几乎徒, 他是说, 因为他要做一个几乎徒, 因为他要传播福音, 他知道在当时的文化,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一定会蒙受恥欲, 而当时的世界里面的恥欲, 就不是因为, 哎呀, 完了, 你的基督徒这么简单, 那个恥欲是一个, 整个世界对你的迫霸, 这么说, 保罗不单止让他自己得到恥欲, 让他一家人得到恥欲, 让他整个民族得到恥欲, 所以保罗一做基督徒, 就会被他自己的犹太人踢出教, 你明白吗? 所以保罗说, 我, 我甘愿为福音的缘故, 受迫伯, 受恥欲, 这个是他在说的, 他不是说, 我, 我不会, 就是, 我不会去, 很shine, 不同人说我的福音, 他说这个福音, 是上帝的大流, 如果你看看原文, Dunamus, 即是, 炸弹的名字, 这个福音, 炸散了保罗所有的东西, 我先说一件事, 保罗未信主之前, 他是一个很质疑的犹太人, 福音炸爆了他的质疑, 福音炸爆了我们追求世界, 那些美梦, 或者是碎梦, 福音将我们所敬拜的偶像, 全部都要粉碎, 但是这个炸弹呢, 同时呢, 亦都是一种能量, 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 承受屈辱, 你一定要有一种能量, 你要carrying the cross, 你要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 就要承受那种耻辱的时候, 你里面要有一种大能, OK, 这个大能是喜乐的大能, 有没有觉得保罗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越被这个世界, 不停迫打的时候, 他越起落的, 因为他内在有一种能量, 是福音的大能, OK, 所以当你去看回, 《不多前书》的时候, 他说, 对于那些蒙照的, 这个福音, 这个耻辱的福音, 会成为他生命里面, 这个福音会是他一个大能, 这个大能令他可以承担, 这个世界会对我们的耻辱, 但是他在说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耻辱, 所以他将福音改变了他, 帝兄们, 想一想你们蒙照, 按着人的观点,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 但是上帝简选世上愚住的, 为了使有智慧的收愧, 又简选了世上软弱的, 为了使强壮的收愧, 上帝也简选了世上悲战的, 被人厌弃的, 以及那一无所有的, 为要废要那样样都有的, 使凡血肉之躯的, 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我想跟你很快看这个最后的几节, 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你们多不多人, 其实你们当中有智慧, 有尊贵地位, 有社会地位, 有钱有地位的人, 其实不多, 但是上帝简选了你们, 其实他背后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对于上帝来说, 钱和地位是否重要, 你想想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说上帝简选了你们, 你看看你自己, 便知道你仰衰, 你又不是有地位, 又不是有金钱, 你猜金钱和地位, 对于上帝来说, 是否重要, 大家一起回答, 不重要的, OK,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金钱和地位, 对于上帝来说, 是不重要的, 所以上帝都不会给你, 你明白那个逻辑吗, 上帝觉得重要的东西, 给不给你, 当然给, 但是上帝, 在这几节圣经里说, 你看看你们自己, 如果上帝觉得地位重要, 智慧重要, 权力重要, 金钱重要, 他会不会选择你们, 当然不会选择你们, 因为那些东西, 对于上帝不重要, 所以上帝现在, 都不会再给你多一点, OK,